今天头上我们都要给他带一顶卡拉 卡拉是我们的希拉雅化 就是佛地的那个花馆 我们那个花馆也是其实是有点过的 就是说在以前我刚刚介绍过 就是说我们当时遇到干旱的时候 要向阿里姆祈求的时候 阿里姆他有指示我们的族人 就是要做卡拉来带在头上 这样子可以保护 保护你不会让那么强烈的泰雅来伤害到你 那我们的花馆 我们的卡拉上面呢 我们会插上了 大家有看到有机罐花 也有银鸭灰 还有就是那个银银 银银其实我们里面 我们的那个宫械里面 他插上的那个绿色的字幕就是银银 银银是我们希拉雅化 他的血米叫做泽来 照着的泽 蓝花 那一般我们都称为银银 因为那个卡拉上面会插上银银 插上冰蓝花 那为什么呢 因为银银其实就是代表那个 可以说是代表阿丽银 所以我们的主人就是说很习惯 要出门的时候 他的车子车上或者上的包包 会插上一只银银 就代表阿丽银在身边保留我们 那然后那个银银银代表的就是团圆 那鸡灌花呢 鸡灌花就是相传 我们的祖先就是说 他们刚到我们台湾这个岛的时候 他们就说分散了 然后大家互相要彼此寻找的时候 他们就听到公鸡提叫的声音 那两方面的人 他们都是顺着那个公鸡提叫的声音 找到了笔子 所以就觉得说鸡灌花 就代表那个公鸡的鸡灌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是因为这个公鸡 他的提叫声来帮助我们主人能够再重逢 所以我们也会 就是说有感念这个 所以就以那个鸡灌花来代替 来做一个那个代替病这样子 那明天中午的那个孝海 也有人在问我说 那你们孝海的祭典典故是如何来的 其实我们孝海有两个典故 一个就是我们要纪念我们 当初相传我们的祖先 是从一个叫做阿比阿的一个小岛过来的 那因为渡海来台湾的时候 然后在海上碰到了海难 就是说他们一直坐船 那然后坐到那个七谷 七谷反而稳那个附近那个地方 那然后碰上了海难 然后我们有七位祖先 他们死于海难 那然后到了那里的时候 碰到了那个在七谷反而稳那个地方 经营渔温的一个叫做阿海的 叫做阿海的人 他帮助我们的祖人能够顺利的上岸 那然后我们的祖人 他们就很感念阿海 而且相传那个阿海 他是在农历九月初五那一天是被雷打死的 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两个原因 我们就来 我们就必须要举行一个那个孝海的祭典 就是请阿海 我们以前我们的老一位说 叫做车海奏 车海奏 车海奏 就是请阿海回来 那然后接受我们的纪念 接受我们的供养 然后我们主人会请人家来演戏 来给阿海海主看 还有那个纪念我们那一些离难的祖先 也请他们回来再接受我们的供养 大家一起来享受我们主人对他们的供养 所以就是说明天的孝海祭典 会参加的人 他会挑的那个饭菜 他的祭品里面有饭菜 就是起码要有六碗 但是你这六碗里面的饭菜 吃什么食物都无所谓 都没有限制 但是至少要有移养 是我们的那个 恩西拉雅的祖师 就是至少要有一样是独鼻 你没有独鼻的话也可以 或者是麦 至少要有一样这种东西 那然后同样的 我们会在那边 一样也是会 我们的祭品买上去以后 我们的那个酒上面 米酒上面 我们会拆一顿甘蔗叶 或者乙香 那等到整个祭典结束以后 那个祭司 我们的祭司以前是阿米 他会出来点 点饭菜 也出来点饭菜 那然后他满意了以后 他会请他的那个助理 把你米酒瓶上的 那个甘蔗叶叉 把它拔起来 这样子代表就是说 已经完成了 他很满意了 他有想用过了 那然后就可以把 我们的祭品给撤走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那么 那么 我们就去 感谢观看